新北市淡水警分局长交接不达典礼 1号早上11点半在分局4楼礼堂举行 警察局长黄宗仁清临主持典礼 辖区内各级民意代表区长以及地方里长 齐来参与见证 新北市警察局长黄宗仁表示 人民最大基层优先 强调绝对不像地方黑帮来低头强力执法 另外新任淡水警分局长说 面对未来的春节到来 将会对于交通治安以及社区治安工作等等 都要做到尽善尽美 淡水警分局长交接不达典礼 在今天上午于淡水警分局4楼礼堂举办 而警察局长黄宗仁亲自主持 辖区各级民意代表区长 还有地方里长热烈参与见证 局长表示 感谢前分局长张国哲 对于任内淡水地区治安交通 及各项警政工作的付出 期许张分局长能够带着淡水的工作经验 去到鲁渡州分局继续为治安打拼 而另外也特别介绍新任的警分局长黄南山 学经历丰富 继续有效的推动各项剧安工作 对于同仁往后的执行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把这些街头暴力把它压制到最低 所以我再次 我还是要求 我们先来的工作人 你第一要听 听社区竞争要听这里 你中央的地点 包括女员 包括女尾 要听他们的意愿 自公 地警 民法 警友 巡守 这个团大 这个庞大的正义的力量 我们来告诉一位 更残忠人来赋予所有的治安责任 新北市警察局长表示 贯彻市长的社区警政 第三方警政及行动距离 前线管理等治安理念 因应防疫专案 针对地区特性 给予适切的期许及勉励 以人民最大基层优先为主 更强调绝对不像地方黑道帮派低头 强力执法 而局长气势相当高昂 另外新任的淡水警分局长表示 未来面对春节的到来 将会对于交通治安社区做到最好 尤其这个黑道帮派 无声好说 一点都不能打折扣 我们绝对不容许 认识帮派在这里唱手 无声好说 所有的淡水扶植的警察同仁 我们腰杆听词 不用怕 比较大多的就来 我们那是我们专业的审设 局长特别指示我们 针对黑道帮派的部分 是不容挑衅的 另外针对我们整个淡水辖区的一些校园安全 更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校园安全的一个工作 另外整个淡水地区 尤其包含春节期间 我们淡水的老街 还有一些名胜地区 这个部分我们会特别 用心的来加强整个交通的一个疏导工作 地方的名利 包含我们志工 益警 民房 益刑 我们等等的这些名利 新手队的名利的部分 来结合我们警察 共同来协助我们警察 来打击犯罪 新任的淡水警分局长表示 淡水是一个观光景点 面对观光交通及治安 有信心带领同仁 攜手打拼 走外局长也以 善用武力 志工 民房 疫警 巡守队 还有警友 成为警民沟通的桥梁 持续做好为民服务 提供市民一个安全 安居安心的生活环境 记者许多英 电视三方报道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 黄中仁一号早上 为新庄分局 新任分局长林温柔 举行的不达交接 不少地方民意代表 都到场观礼 一事是简单隆重 新任分局长林温柔表示 将会带领警察弟兄们 齐心为42万人口的乡亲们 打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美好环境 新庄分局一号上午 在四楼礼堂 举办新任分局长 不达交接典礼 并由新北市政府 警察局局长黄中仁亲自主持 并将应信交给新任分局长林温柔 整个仪式简单隆重 我们把分局长交到这个社区来 请大家多多支持他们 多多监督我们 新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 我常说哪里里到40里边 人口这么多 所以在这边当所有的 新庄的警察弟兄姐妹 你辛苦 所以今天这个场面 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很多地方人士你们愿意来 感谢你 拜托大家 继续的健康我们 新任分局长林温柔学历为中央警察大学58期公共安全学系 原本在海山分局担任分局长任职期间在辖区治安维护均有杰出的优良表现 对于能够融掉到新庄服务42万的地方乡亲 如何为在地人打造安居乐业的环境 林局长也定出了推展目标 个人丰派到新庄分局 新庄分局是新北市最大的分局 人口高达42万 我们秉持的市长的治安理念 要将社区警政落实到各基层去 所以我们包括疫警 民房 志工 警友 还有巡守队 我们会结合大家一起为地方治安努力 那新庄分局在治安交通跟卫民服务方面 我们会更进一步来落实 上午的交接不打一室 不少地方民级人士均到场管理 而且要来自各界所郑寿鲜花 向这位新任新庄分局长林温柔的容调表达祝贺之意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道 年关到了 为了关怀弱势 新北市议员黄桂兰依照王力 号召卢州民众服务社 还有工商妇女会等等团体 共同举办了一场爱心物资发放活动 希望生活辛苦的低收入户 也能够获得更多的温暖 开心过好年 志工们不畏辛劳 忙着分装一代代的爱心物资 场面相当温馨 年关将至为了关怀弱势 新北市议员黄桂兰延续往力 号召卢州民众服务社 及工商妇女会等团体 共同举办爱心物资发放活动 希望生活辛苦的低收入 也能开心过好年 109年因为新冠状病毒疫情的关系 每个人生活都非常的辛苦 还好有我们很多的社团 还有我们的里长的协助帮忙 让民众觉得说 还有那个有关怀的感觉 那今年的那个物资 也准备的很丰富 希望说民众 如果可以的话就来领取 如果没有办法 我们还是会送达 非常感谢我们黄桂兰议员 这边的鼎力的协助 来协助募集这些爱心的物资 还有感谢各位的这个里长 还有这个工商妇女会的 这些会长以及干部们 那么来协助发放 那么也感谢我们的这个民众服务社的 许多位的这个里监士们 大家也都出钱出力 看到黄桂兰长期为弱势默默付出 许多地方社团及里长都相当感动 除了响应捐赠外 也到场协助发放事宜 大家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一起为弱势尽心力 欢喜当志工快乐藏心中 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 来参加我们民众服务社 举办的动力救济爱心关怀的活动 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我希望说以后我们还有这个机会 能够继续的来共襄胜举 来把我们的爱心传出去 黄桂兰结合民间社团与企业 每年固定举办三次爱心关怀活动 就是希望能抛砖引玉 协助政府照顾弱势 营造更安定祥和的社会 记者伦宏采访报道 我们的社会真的是处处有温暖 新北市汐止江北里有几十位 善心人士总共募集了 两千多斤的白米 而里长在集合了这些物资之后 也赶在过年前寒冬送暖 发放给需要帮助的人 包括家境贫困 低收入户等等 希望他们都能够平安过好年 过年前的江北市民活动中心 真的是温暖满分 因为正在进行着一场寒冬送暖的活动 虽然疫情期间 不过和往年一样 早在过年前就开始募集爱心 算一算也募了两千两百多公斤的白米 要发送给里内的低收入户贫困家庭 我当选到里长到现在 已经去世纪十几年了 那我们每一年都有做这个寒冬送暖 在这个寒冬岁末的时候 就是关怀一些弱势团体 发放一些物资给他们 就是说最实在的最实际的物资 那今天也很感谢这些志工 志工在这边服务 十方的爱心人 然后他们捐了这个白米物资呢 然后借这个岁末的寒冬的季节呢 能够来发放给需要的市民 那很感谢里长这么多年来的这个扇行 建立这个平台 爱心大平台 然后让想付出以及需要的人呢 在这个平台上呢得到帮助 寒冬送暖 当天议员白佩如也到现场关心 并且肯定各间爱心绑组弱势 两千两百八十公斤的白米 只见进到里头 这些堆放的都是大家的扇心 数量跟去年差不多 里长真的很感激 而李明也感谢这些年来 大家的爱心协助 这些三星人士大部分他们都是 这几年来都是持续在默默的在帮助 这些弱势团体 那我也没有去大力的就是去 去募管那些 就是平均都有就好 就大部分就是都够了 数目年中关心里内两百多户的家庭 集结大家的爱心感在过年前发放 希望让弱势家庭都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过好年 这层慧林续子采访报道 新北市三重后备宪兵和松协会 协同魅力舞蹈社 公益团队来到了五股冒伤社区 让长者们在疫情期间都能够就近欣赏到 怀旧动人的歌舞表演 让他们感到相当的开心和欢乐 为关怀社区长者 三重后备宪兵和松协会 协同魅力舞蹈团 公益关怀团队 来到五股冒伤社区 除带来精彩又丰富多元的歌舞表演外 三重后备宪兵东区主长抗礼 还亲自下厨喷煮美味的菜肴 让长者们分享 社区也特别致赠感谢壮 当天区长也率领社会客同仁道场 与长者们同乐 这些的公益团队的表演 除了就是给我们爷爷奶奶加油打气之外 另外就是我们 由我们三重后县东区的林世辉组长 也特别贤抗力两位 在厨房帮忙煮这一个丰富的午餐 让我们爷爷奶奶 今天能够过一个非常愉快 尤其今天是尾牙 他们特别做了挂包 他们看起来年纪都很大了 既然他们没有办法出去欣赏 我们就进来跳舞让他们欣赏 魅力舞蹈团表示由于疫情影响 长者们无法外出欣赏表演 因此特别安排适合长者们的古典歌曲 金剧及舞蹈等节目到社区演出 让长者们能就近欣赏怀旧动人的歌舞表演 我们长辈都稍稍有年纪了 我们就是我们魅力舞蹈团公益 关怀团队的成立的理念 就是能够让长辈们能够免周车劳顿之苦 让我们把精致好看的专业表演 把他们带进来给他们看 这是我们的创立的宗旨 社区理事长高宁松表示 很感谢这些单位给爷爷奶奶们 带来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精彩节目 让他们都感到相当开心与欢乐 记者胡宇轩五股采访报道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不下去了 1966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才 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没有人照顾 这很棒耶 谢谢 车怎么看啊 你怎么看啊 避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怪 三 标会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阵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 拨 化 移等就对啦 营养化碳终结者 弄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弄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为了感谢选手队员 在每个晚上为社区的治安来守护 领口区长蓝品郡 在春安期间 特别率领了公所同仁 一一前往区内的选手队 港哨来慰问 并且自证了红包 还有物品了表心意 春安期间 为民众守护治安的幕后英雄 不做第二联想 当然是个里的巡守队员 为了慰绕巡守队的辛苦 领口区长蓝品郡 特别率领公所同仁 一一前往区内的巡守队 刚哨来慰问 并自证红包及物品了表心意 也希望队员们外出巡守时 一定要注意安全 十点晚上开始值班 到一点钟 到我们的东林里辖区的巡逻 就是看看各个的治安路况 还有什么窃盗 稻土各方面的任务就是这样 今年的牛年的春节快到了 在春节前 我们往里都会有 这个村安的工作 那这个特别需要我们巡守队来帮忙 区长一一慰问各个巡守队 巡守队员们都相当的开心 对于公所和区长的贴心 更是深受感动 虽然作为巡守队员得舍弃睡眠时间 在半夜出门巡逻 不过只要能为社区尽一份心力 大家都不为辛苦 当然我们同仁都很开心 谢谢你们的访问 感恩 今天特别到五个巡守队来做这个关怀 希望他们来 感谢他们这一年来的付出 也希望他们未来能够为地方 有更大的一个贡献 林口区长蓝品君表示 警力有限 名利无限 在远景人力不足的窘境下 巡守队确实能发挥功效 也有效恶阻消消不法行为 他们的辛苦值得大家给予最大的掌声 记者胡宇轩林口采访报道 新北市汐止区的北风国小 试听教室因为设备老旧 连椅子上的甲板也很容易夹伤到小朋友 真的是很不安全 所以新北市议员白佩如 也用建议款来协助学校 把椅子全部都更新 更宽敞舒适的椅子 让老师 同学们 或者是社区民众在开会的时候 都能够有更安全舒适的空间 这是去年九月会刊的情况 北风国小的试听教室 除了窗户 窗帘 地面都已经显得老旧之外 这几十张的旧型椅子更是潜藏危险 主要是因为每个塑胶椅子上 都附有掀盖式的桌子 只是要拉起来却很不安全 容易被夹伤 对小朋友来说实在危险 不过再来到同一个地方 现在已经全数换上这红色 类似看电影的舒适座椅 29号上午新北市医院 白佩璐也特地到学校关心 大概已经经过了好几十年 它那个桌子常常去夹到小朋友的手 所以整个老旧的桌子 我们做了改善之后 整个试听教室 小朋友在上课的时候 坐起来也会比较舒服 主要是也会比较安全 很高兴在寒假期间 整个试听教室的椅子都已经改善完毕 那也希望说可以提高我们北风国小的教学品质 孩子在使用的时候发现 他的在写字的部分呢 会有围裙的一个夹到手的一个 的一个看绿的地方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说 让孩子能够有更舒适的一个学习空间 所以真的非常谢谢白议员 也是我们同学们的大学姐 在这一波里面来帮我们做一个设施改善 议员白佩璐用建议款协助学校更新设备 这一天也实际坐上椅子 发现真的比起原本的塑胶椅子 舒适度提升 而且原本容易夹伤手的桌子 现在也换上轻巧材质 一体成型安全多了 然后那个板子 因为这板子现在比较轻量 那上次我来的时候 那板子掀开真的很重 所以就很多孩子如果不小心 他在力道使用上不精准的话 就很容易压伤了 那校方这边也很担心 那我们很开心开学之后 孩子们有新的这个课桌椅可以使用 让小朋友在坐的这个椅子 不仅舒适 而且看起来真的 让我们的视听教室 也看起来更宽敞 更好 那未来有机会 我们还会再进行第二波 真的很谢谢白衣员 让孩子有这样一个 安全的使用环境 北风国小视听教室 除了老师研习办活动 也会有学生上课 社区也会借用开会办活动等等 第一阶段的座椅全面更新 接下来包括窗帘 还有地板等设施 都会再改善 让学习环境更好 这程惠林 细子采放报道 新北市淡水关怀弱势协会 为了帮助淡水 巴黎北海岸的困苦民众 特别选在过年前夕 举办了寒冬送暖 发放物资的活动 协会理事长 同时也是市议员的蔡景贤 借由募集社会企业各界的爱心 来帮助弱势 让他们能够过一个温暖的年 再过一个星期就是农历新年 为了要让淡水与北韩地区的 弱势家庭能够有一个温暖的新年度过 淡水关怀弱势协会 在1月30号举办了 寒冬送暖 发散物资及红包的活动 对象包括了 巴黎三支淡水石门等 低收及困苦居民 有上千户的名额 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到年节红包救济金 以及各界所提供的物资 此外 今年理事长也特别举办成果发表会 要来感谢社会的支持 才能够让协会持续的发散爱心 所有成果就是说 这十几年来到底 英明你在做什么 这十几年所有的成果 开始就把你家库基里面 所有的潜事 让我们一些观传的 一些爱心的 一些志工团队 还有一些我关华洛斯的成员 来举你所有的展示 让我们一些 驾富钱的 出钱出来的 一些后面 在那里 让我做护刷 帮我到台东 关机 让我来做这个展示 活动现场由北区国税局淡水基针所 提供的民生物资 还有最近防疫需要的口罩 而另外淡水警分局 也加入了送红包带的行列 淡水农会也提供了许多的农产品物资 而马街医院出动了志工 来为长者凉血压健康把关 红树林有限电视也为低收入户办理免费收拾的活动相当多元 关华洛斯协会理事长表示过去每年从农历年节端午中秋都会举办大型的发散爱心活动 而今年就要迈入第14年 每一次的活动都必须募集许多的资源及民生物资 靠的就是社会企业与个人捐助的支持 因此这一次成果展也展现出过去13年一路走来要感谢的单位及捐助者 持续目前今年是第14年 让人非常感动 它不只是在三节的物资和红包的发放 平常也结合里长来关心各个有特殊状况的这些居民 那我们代表淡水区公所也表达感谢的意思 那我们另外也趁这时候也宣导一下 我们公所这边其实也有一些物资 如果说涉及在淡水的民众 也欢迎如果需要的话 也欢迎到我们这边淡水公所这边来联取 淡水区长表示淡水关怀弱势协会不只是每年的捐助活动 都有数百万元的捐助金额及物资 就连平常若是有重大急难的居民需要帮助 协会也义不容辞 伸出援手 此外区长也表示 社会的爱心相当踊跃 区公所的实物银行也有许多的物资 也期盼在年节期间 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民众可以来向区公所申请 让爱心都可以送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手上 记得许多安一代学采访报道 另外在北海岸万里里长王杰伦他也携手爱心企业 在农历新年前要把满满的民生物资都送往仁爱之家 希望送上生活必需品 让仁爱之家里的长辈们不需要为了生活用品缺乏而在烦恼 也要让偏乡机构资源变得更加丰盛 希望借此来提升仁爱之家长辈和愿民的生活品质 万里区万里里长王杰伦新手爱心企业 韩必宣立网会水晶艺品企业 在农历新年前来到万里区的人爱之家 带来生活必需的物资 要来捐赠给仁爱之家里的长辈 让偏乡机构的资源变得更丰盛 也希望提升仁爱之家长辈与愿民的生活品质 其实呢现在因为是疫情期间 那我们呢最近呢遇上了很多的寒流的部分 我们知道长辈们呢在这个山区里面都比较寒冷 那我们尽一点绵薄心力呢 我媒介了我们的国际立网会 以及我们的淡水民云灾的一个行善团的部分 来这边呢紧急的来做一个仁爱之家的物资的资源 那未来来讲的话呢 我们会持续的这种爱心会持续的来做 那也在这边非常感谢社会大众对我们所有的 我们的万里偏远地区的乡亲的长辈们呢 能够有这样子的关怀跟照顾 这次感谢那个里长的媒合 然后我们在这个仁爱之家的一个部分 来去做一个公益 然后寒冬送暖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的那个集团会在日后 在整个北海岸 包括在万里地区的一个部分 我们会持续的去做公益跟做爱心 也在这边呼吁社会大众能够多 需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韩碧萱立广会随近一品企业指出 偏向地区资源缺乏 希望透过企业的捐助能够帮助到机构的长辈与愿民 拥有更好的居住品质 在里长的媒合下 这次来到仁爱之家 也期待透过抛转引玉 能够有更多的善心 一起来帮助需要帮助的民众与机构 很感谢我们那个明云灾行善团 跟我们的国际立广会 还有我们万里的里长 王里长来这边在这么冷的天气 送给我们长辈这么多的实用的物资 在这边很感谢 那感谢里长每年其实都会来 所以在这边再次感谢社会大众对我们的关怀 满满的民生必需品 包含了卫生纸食品以及清洁用品 都是生活中常常会用到的用品 而仁爱之家也相当感谢里长与企业的善心 准备了感谢状要来致谢 在三星企业的协助之下 不仅仅是丰富了仁爱之家的必需用品 更加也让仁爱之家的长辈与愿民 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能够过个好年 纸交平和万里采访报道 预防电器火灾 用电不得超载 电线不滚绑 圈子防满 比较安全 插头不潮湿 无损 不使用电器时 请拔掉 插头 电器中围 不放 有难度 没有安全标章的电器 不满 不用 富裕电器火灾的前章 好温哦 你不要把口罩随便乱丢啊 有什么关系 使用过的口罩不乱丢是基本的功德性 这小姐说的没错 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人出门都会自备口罩 用后的口罩不要乱丢啊 应该要像我这样 随手丢入垃圾桃啊 那口罩可以回收吗 用过的口罩不是自缘回收物哦 随意丢弃口罩 可依违反废弃物气泥法告发 除以1200到6000人把还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关心灵 政府为了帮助减轻照顾负担 入住立案机构有补助哦 您已申请了吗 赶快提醒亲友 由入住这些类型立案机构 90天以上 并符合纳税状况 就可以申请咯 请于110年3月2日之前 减付相关文件及申请书 向机构所在地县市政府申请 更多资讯可上 卫生福利部长照专区查询及下载申请书 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原定在今年3月21号 就要举办的万金石马拉松 受到疫情影响 有可能要延期举办 新北市长表示 考量到万金石参赛人数众多 会出现近距离 相对有高度传染的风险 所以把这一项活动 预计要延期到11月21号来办理 至于不愿意参加的民众 且在3月31号中午之前 办理全额退费 新北市长侯友宜 带队进行信泰温子俊示范 拆除行动时被媒体问到 原定今年3月21号举办的万金石马拉松 因为疫情关系 有可能延期来举办吗 万金石马拉松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尤其很多的国际马拉松好手 没有办法进来 所以我们决定来延期 延期到11月21号 这当中如果没有办法参与延期 也可以申请全额退费到3月31号 侯友表示这项活动也有邀请国外选手参加 需要入境来台以及安排旅数等种种因素 必须提早告知以外 加上万金石参赛人数众多 会出现近距离的接触 将对旧有高度传染的风险 所以经过审慎的评估将延期到11月21号 至于不愿意参加的民众 请在3月31号中午以前 都可以办理全额退费 此外市长又说到 马拉松虽然延期举办 但距离11月份还有一段时间 在接近赛城日期 会和市府小组在座研议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导 新北市瑞芳区安德宫和东河里办公室 合作15年了 每年都会举办寒冬送暖活动 帮助里内弱势户安心无余的过年 今年恰逢安德宫千庙40周年 区长和里长李明为土地宫上香祈福 希望保佑今年风调雨顺 李明健康平安 瑞芳区安德宫位在东河里合并步道旁 原先位置靠山 因为瑞巴公路开道而迁移至限止 在民国110年1月29号 适逢安德宫千庙满40周年 庙方延续第15年与东河里办公室合作 办理寒冬送暖活动 与李明、瑞芳区长及里长 一同祭祀主神土地宫 希望求得今年消灾解恶 万象更新 东河里里长已经连续办15年 这个寒冬关怀我们第一收 还有弱势的李明 尤其跟这个安德宫合作 那今天也是安德宫安座40周年的纪念 就感谢我们看到现场 这个民众也感受到李长的爱情 那因为疫情还都还没有舒缓了 所以我们也回忆我们的李明 还有我们乡亲 就是不管是出游还是相关的活动 一定务必要做好相关的防疫措施 我们在牛年的时候 希望说各位乡亲都能够非常的平安 让牛年大家日子可以过得更舒适 那也祝大家各位生心新年快乐 除了祈福新年拜年 妙方与礼办公室准备了165份的物资 提供给弱势户 去年因为疫情影响 弱势户要工作养家更显困难 有学生放寒假特地帮家人领取 现场除了有白米沙拉油 也给红包提供生活救济 让家庭成员较多的低收户 撑过艰难的时期 我们今年发放165份 我们每份是两包米 一罐的油 低收户户和中低收户户 我们是户内有几位 第一位第二位是发米和油 然后第三位去发 就是发红包 我们这些资金的来源 就是我们安德公 还有我们资源回收基金 以及我们三星人数来关注的 来完成这个有益的爱心活动 安德公是东河里的信仰中心 询问里内八九十岁长者 建庙年份不太可考 只知道是从小就有的宗教文化 今年签庙40周年 预计在中秋节 与里内举行绕境庆祝仪式 为里民祈求平安顺心 记者夏浩文 瑞芳采访报导 新北市汐止区的 善勤慈会堂 日前捐赠了白米五千斤 到金山万里地区 近来在市议员周亚林 以及万里金山公所的 违和之下 再度来到了北海岸 发送年节红包 也应景地在祈求平安的 新年前来发送 母娘家持的平安护身符 希望朗金山万里地区的弱势 和独居长辈们 都能够过一个平安的好年 来自汐止的善勤慈会堂 日前来到金山万里地区 捐赠白米五千斤 希望让需要帮助的家户 拥有物资度过农历新年 而近来在市议员周亚林 以及万里金山公所的 媒合居下来到北海岸 发送年节红包 希望让独居长辈 能够过个好年 赞行指会堂尤词金武 他指示今年疫情 大家的生活都有一点变化 尤其是我们的独居老年 在这个过年 需要的安慰及温暖 藉由我来带动 这一次本来我们是预算30个 现在只有15个 另外如果我们再想办法做出去 在过年前将近10天 母娘又指示说 针对一些敬贫户 还是有特殊状况的家庭 今天特别送来一个红包 然后这过程当中 其实亚林感受到 这些敬贫户也好 这些被需要帮助的人也好 虽然即将过年 他们依旧可以感受到 我们人间有爱 而且今天一大早天气很好 风和日丽 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善举过程当中 真的也很暖心 那也告诉这些被支持的朋友们 他们的辛苦 他们的状况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而且一有机会的话 我们都会给予最大的支持 这次来到金山万里地区 山秦慈慧堂预计要发放30个红包给独居长辈与边缘户 而这次议员区长一起走访的行程已经发放了15个 剩下的一半 山秦慈慧堂也会秉持着腰吃金母娘娘 慈悲为怀的精神继续来发放晚币 要让更多的弱势家户受回 针对我们金山区内 我们有七位低收入户的独居长者 我们来进行关怀 带着满满的爱心 前来向他们的致意慰问 顺便也道贺新的一年给予祝福 那希望在农历年前将他们的祝福送上来 然后让他们能够过个好年 那在此也预祝各位 也预祝这些区民新的一年牛年行大运 针对金山区的部分 这次走访七户低收弱势与独老家户 善情慈慧堂还随着红包送上了母娘家 持过的平安护身符 就是希望红包能让需要的民众过个好年 而护身符则是献上平安的祝福 金山区长也感谢善情慈慧堂与议员的协助 让区内需要帮助的民众 都能够开心地迎接农历新年 这条平函金山采访报道 新北市的闻山农场 最近真的是充满春天的气息 园区里的富士荫正在盛开 樱花步道一整排的花朵相当的浪漫 浪人仿佛是置身在日本一样 另外包括了山樱花 茶花等等各种的花朵也都陆续开花了 欢迎民众 从现在到农历春节期间 到农场来赏花踏青 凤眼望去一整排粉红花海 娇艳又浪漫 由于天气回暖 围沾农场的富士荫缤纷绽放 粉红色的花朵开满枝头 美不伸收 尤其是走在这条樱花步道 仿佛让人瞬间飞到了日本一般 在国内就可以享受出国的感觉 以及因为疫情无法出国的遗憾 我们目前盛开的是这个富士荫 现在开得非常的漂亮 它花期现在盛开大概差不多十天到半个月左右 除了富士荫文山农场的杜鹃 茶花山樱花也都陆续露脸迎接游客造访 各种颜色的花卉将农场点缀的五彩缤纷 提早捎来春天的讯息 我们除了富士荫之外 另外其他的我们现在盛开的 还有杜鹃花 还有这个山茶花 那后面呢还会陆陆续续 有这个山樱花 这个极野樱 也会陆陆续续的盛开 还有泡葬花 由于再过不久就要过农历年了 为了让游客有一处可以走春踏青的好去处 文山农场过年期间不打烊 欢迎游客到访 尤其这里占地宽广 又是属于户外空间 不必担心人挤人 过年也快到了 欢迎各位这个到我们文山农场来 来这个走春赏花 文山农场会在台北近郊的行屋路上 空气清新一人 加上全区完全采用有机灾重 没有污染 广阔的园区绿意盎然 从现在到农历过年期间 还有相当多花卉 等待游客欣赏 担心疫情不想待在人多地方的民众 可以选择来到这里远离成销 过一个健康的农历年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新制租任契约自109年9月1日上路了 房东在租任期间不得调涨租金 收取电费要冤名下月即非下月 且都不能超过台电锁定最高级距之金额 房客因疾病要长期疗养 或房东要收回重新建筑 都可提前终止租约 住宅修缮期间可扣除租金 租任关系消灭后 房客遗留物视为抛弃所有权 更详细内容请上地政司网站查询 内政部关心您 为您插播一则外电消息 极端的气候 全球暖化造成西伯利亚小镇 维科阳斯克 近日测得摄氏38度历史高温 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报告当中指出 整个北极的海滨覆盖率持续下降 种种数据全都显示 地球的气候变迁正在持续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V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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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暢裝了世界三大安全遮斷功能的 微電耀瓦斯教 第一 請多一位 跟他在一起最安全了 我們在一起 在一起 換表真好 安全沒煩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警政署全國警力調整作業 台北市警察局也調整了部分分局長的職務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親自主持了布達交接典禮 除了感謝警察同仁們的努力之外 也請许新上任的分局長 能夠持續推動治安還有交通維護工作 營造幸福城市 中正第二分局分局長起送家 要派在中山分局長 警政署調整全國各警察機關人士 台北市警察局也調整部分分局長職務 其中中山分局分局長由許宋佳接任 中正第二分局分局長由吳在棠接任 文山第一分局分局長由王秉瑞接任 大岸分局分局長由李全哲接任 松山分局分局長由林志成接任 北投分局分局長則是由陳炯志接任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出席新就任分局長 布達交接典禮 也感謝過去警察同仁的努力 讓台北市在去年刑案破案率達到9成8 重大暴力犯罪破案率更高達百分之百 黃珊珊也期許新上任的分局長 能繼續推動台北市治安及交通維護工作 營造讓市民安心的幸福城市 記者邱世民台北報導 受到疫情的影響 台北市政府宣布 陽明山花季活動全面取消 不過原來的賞花專車 還是有提供運輸服務 採取一段票的收費 預計是服務到6月20號花季結束 此外休閒公車128路 也配合花季延始到竹子湖 提供民眾更多元的乘車服務 儘管北市府因為疫情延燒 宣布陽明山花季活動取消 但考量民眾還是有上山賞花的運輸需求 因此交通局協調三重客運及大部會客運 2月5日起開闢124 130 131等三線花季專車 全部都採一段票收費 由於陽明山景點眾多且分散 三線花季專車都有發售60元一日票 當天不限次數搭乘 往返景點更加便利 此外休閒公車128路也配合 岩屎到竹子湖 可提供民眾更多元的乘車服務 民眾只要購買一日票60元 都可以搭乘108 108區跟124的一個花季專車 來當日無限次的一個搭乘 那另外針對這個身心障礙朋友 或行動不便的朋友呢 在這個花中廣場 可以搭乘這個小富康的巴士 這個是免費來接駁 2019年三線花季專車 總運輸達178萬人次 去年受到疫情影響 只有124萬人次 運輸跌了30% 交通局預估今年應該與去年差不多 也強調相關防疫措施不會少 駕駛乘客口罩一定戴好戴滿 一天兩次全車消毒 以維護乘客的健康 記者由相聽台北採訪報導 現在時值歲末 再加上天氣都很好 正是舉辦活動的好季節 由台北市文山區公所 和趙如老人養護中心 所合辦的關懷獨居長者園遊會 邀請了獨居長輩 和邊緣家庭一起來參加 現場除了製政紅包 也有壽面禮盒等等的物資發放 還有抽獎 現場的氣氛是非常的溫馨 春意盎然中 台上悠揚的二湖情深 搖動心弦緊接著來自地方學府年輕學子們 帶來動感的啦啦隊表演 海帆全場 而在台下 臨住人手一張抽獎券 等著要把兩千五千塊的紅包給帶回家 美食各式餐點任君帶回家品嘗 想要沾沾新年喜氣 有書法名家開筆揮豪 送你吉祥金句 更有髮型團隊免費幫民眾打理門面 量力迎新春 關懷長者展現社區長照力量 活動主辦單位 趙如老人安養護中心 也宣布跟景文高中合作 培育優秀銀髮產業生意軍 願意來讀我們這個照護科的話 這個銀髮產業科的話 那我們都非常的歡迎 一般的孩子我們只收 八千一百四十元 比公立高職還便宜 所以我們只是為了要 這個栽培學生 除了在高職不用錢之外 而且他還可以來我們 橫安照護集團打工 可以賺一些領用錢 可以回去孝敬父母 我們從小就培養他們 這個校的文化 因為現在老年化非常嚴重 公部門的行政能力是有限的 所以說一定要有一些社會資源 來協助我們來推動這些長照 我們在這邊要感謝照如 口碑盛家的 文山市我家歲末關懷活動 算十年來受益者 已經突破一萬五千人次 也讓許多銀髮族有機會 走向戶外 面對人口高齡化 文山社區集體動起來 將長照技能以及滿滿愛與關懷 加根地方 記者郭彩勇 台北採訪報導 台北市信義區井連里 位置在無心商圈裡面 空地不多 里長洪福州三年前 爭取到了里內的一塊用地 和志工們從養土開始學習 苦心鑽研 也從最早的單一品種 到現在 農園內已經有高達二十幾種的蔬菜了 讓身處水泥城市當中的居民 也能夠有一塊濃芒的耕種的綠地 一整條排排站的大頭菜 從泥土裡鑽出來 還有綠油油的A菜 以及用葉子當帽子的白花椰菜 這一大片的農園 是信義區的小秘境井連里快樂農園 好像很冷密的地方 很多人來這邊找 找這個菜也找不到 這樣啊 三年前井連里長洪福州 爭取到這塊工有地之後 就與志工們一起學習 如何養土 撒種 施肥 澆水 從一窍不通到現在 能夠依照季節 種植不同的蔬菜 讓菜園更豐富多樣 也讓志工與里長忙得不一樂乎 里長發現多元化的種 效率會比較好 因為就不會單吃 單用一種青菜來享用 那就有多元化的青菜可以享用 像說去年 我就生那掛材 種兩千多顆 今年度種比較少 種比較多樣是這樣 因為有些鄰居說 不要說一直種掛材 一次拿完就沒有了 菜園就沒有菜 這樣好像不好看 井連里位於無心商圈內 空地不多 在都市叢林的包圍下 這塊快樂農園的綠地 更顯得珍貴 紅里長也歡迎民眾 有空都能前來參觀 欣賞一下在水泥城市中的 一點綠意 井連里快樂農園 九層好 參謀報道 新聞最後生活看板單元 帶您來看看最近有哪些活動 還有藝文展演 額營 雷 從頭的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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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